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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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机 开机以后 这个会往上走 然后把它关机 移过来的时候 把它关机 关机以后 我们最主要的是 就是这两边 黑色的 这个杆子用时间久了以后 它会很黑 擦一下 对 把它擦掉 这个杆子上的东西 这是墨水 这个不是墨水 这个是油 它来回的走 把产生的摩擦 中间是没有的 因为它都推到两边去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要擦 就是这个 这个光三条 这个半透明的这个东西 这个要用酒精 酒精就可以了 不要不要别的东西 然后这样子 轻轻的擦 不能太用力 很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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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打印头了 对 这是打印头 这时间久了以后 也会有点脏 轻轻的擦一下 轻轻的擦 轻轻的擦就可以了 轻轻的擦就可以了 然后 因为刚才这个润滑剂 我们已经把它擦掉了 要加 好 Amir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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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黄许 这个地方要上一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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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 它这一块就在摩擦的 这样滑一点 对 这样滑一点 它不会影响打印速度 弄完了把它推到头 推到这边 对 推到最右边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如果说你两三天没有用的话 打印头如果在软件里面清洗 就清洗完还缺色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用这个 在这个废墨罐这里 把这个罐子拔出来 这个是废墨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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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衣服 打印圃 这个是废墨罐 现在已经可以了 这个是废墨罐 可以吗 可以吗 开机就行了 可以吗 吃着吃着这好 可以吗 接着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